旅人当头,我是豪贤 最后高照,我是文姐 是,来到11月23号,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国际新闻 我们来看一下,继续跟大家跟进关于IS一方面的新闻吧 然后最近呢,伊朗的总统呢,在21号,大概是两天前的时候呢 就宣布了这个极端组织啊 伊斯兰国IS呢,已经是完美,完全被剿灭了 所以呢,这个鲁汉尼当天向全国发表电视,讲播,讲话的时候呢 就要谈到就是伊朗,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高级指挥官 就是这一个,呃,呃,莱曼哦 莱曼尼哦,就是当天向这个伊朗最高领袖,就是哈梅内伊 通报了就是伊斯兰国被剿灭的一个消息 所以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呢,在官方网站呢,也是公布了这份通报哦 所以通报主要是说到伊朗派遣的这个军事顾问 在打败伊斯兰国的战争中发挥了最大一个作用 所以呢,完全是被剿灭了 嗯,另一方面呢,这个通报也是有说到呢 这个伊朗积极参与国际打击这个伊斯兰国的联合防恐行动 然后这个伊朗的军人呢,和伊拉克叙利亚人呢 并肩作战,就是收复了这个伊斯兰国 然后在叙利亚最后呢,主要的据点呢 阿布卡麦勒呢,在这个联合防恐行动中最终是获得了胜利 然后也是有根据报导,也是有说到呢,在21号的时候啊 这个总理呢,就说到,这个收复了这个拉沃证过后呢 伊朗,这个伊拉克已经是在军事上面呢 宣告终结了极端组织IS的这一个所有的东西了 然后呢,他也是在那个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就说到 这个伊拉克在过去三年反恐的战争中呢 这一次是获得最大的成果 然后在收复,刚才所说到的这个小镇就是叫拉沃证 然后呢,伊斯兰国的参与分子呢,只能是往西部的沙漠地带逃跑啊,躲避了 很明显呢,他们呢,已经在军事上做了终结 然后终结了这个IS伊斯兰国家了 然后至于呢,世界国的地人呢,还是有看到IS的中年 那希望呢,这个国际也可以联手合作呢 就是真是把这一些所谓的野草干净给烧尽吧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则新闻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关于这个穆加倍的新闻 然后呢,这个津巴布韦总统穆加倍呢,宣布下台嘛 然后过后呢,欧美呢,现在是除了呼吁各方面克制以外呢 也是盼望这个晋国的选举呢 是可以更加自由,更加公平的 对,因为这个津巴布韦呢,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 所以呢,这个英国首相特利桑美呢 在参加这个穆加倍之后就说到 有关于在这个金巴布韦从 就是从这个穆加倍的高压同志下组出来之后呢 而这个金国人民呢,希望可以达到的是和平安 公平自由的一个选举 以及就是有一个具有认受性的政府下重建国家的意愿 但是这里上面又说到,其实英国是金普巴韦的老朋友嘛 会协助就是金巴布韦去创建更光明的一个未来 所以呢,可能下次的这一个选举呢 可能应该是可以达到所谓的公平和自由的一个选举吧 嗯,另一方面这个美国国务卿呢 也是蒂勒森啊,就也是有说到呢 这一次的金巴布韦是历史性的一刻 因为啊,这个总统下台了嘛 然后啊,金巴布韦呢 是有这个机会走上另一个新的道路 他也是重申呢 美国是坚持自私和平、民主 还有啊,繁荣的金巴布韦 也是呼吁各方面要各自尊重宪法 他也就是啊,就是杜术这个金巴布韦的领导人啊 实现人民所期望的政治 以及这个经济的改革 争取更加稳定的未来 嗯,然后另一方面美国这个国务院也是 发言人呢,也是有说到 金巴布韦人民希望国家在穆加倍下台后呢 可以踏入一个新的时代 然后,呃,以结束遭国际孤立的状况 然后,他就也是有继续说到呢 呃,这个金巴布韦呢 应该进行,呃,自由公正的选举啊 但拒绝呢,就是回答穆加倍下台过后 是否会有一场,呃,巨大的政变 嗯,对 然后,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下台过后呢 呃,这个整个金巴布韦的这个状况又是怎样的呢 然后就在这个金巴,呃,这个同志金巴布韦长达37年的穆加倍呢 呃,下台过后呢 呃,现在这个金巴布韦人民都盼望 可以就是迎接美好的未来 就看他们所说到的 然后不只是当地的这个,呃,居民啊 就是连国际也是希望的 然后呢,但是有人就是,呃,说到呢 这个,呃,母南加古瓦施政作风残酷 就说到这个接班人啊,就开始说到这个母南加古瓦,呃,他的施政作风呢,其实是非常残酷的 然后人权也是有不良的记录 同时呢,这一次也为军方,呃,就是开下了先后,呃,这一些先烈啊 然后过着这个,这个,呃,穆加倍的时代,呃,然后金巴布韦的情况,其实也是还不算,呃,太乐观的 嗯,其实很多人就是,在网上就有写到,呃,其实,呃,就算换了,就是,呃,这个同志者 其实也暂时应该是改变不了,就是金巴布韦的这个,呃,民生问题啊,等等 或者是经济上的问题啊,呃,就,但是在金巴布韦的地方呢 其实他的这个物财是非常丰富的,呃,外界呢,都期望就是母南加古瓦呢 能带领这个国家,主要就是重新和国际的这个人权沟通啊 然后推动经济的这个复兴哦 但是然而呢,在这个金巴布韦的经济技术下,其实早已经是被破坏了 就是早前我们就有报道过,就是他们也不用自己的,呃,这个钱币 反而是用美,就是,呃,这个,呃,这个,呃,其他的国家的币 所以呢,其实当地的这个裙带资本主义也是非常严重 农产,农业产出也是非常的低迷的 也没有具有,就具有信用的一个本国货币等等 所以呢,要吸引外国投资,要,要扭转这个趋势呢 是非容易的事情 嗯,然后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呃,母南加古瓦呢 在1983年的时候呢,就,呃,认职了,呃,这个,这个保安部长的 嘛,然后他就曾经,呃,以一个很血腥的方式来镇压反对派的支持者 然后呢,根据报道呢,这个事情呢,呃,他以这个很血腥的方式来镇压,呃,这个反对支持者的这件事情上面呢 造成了两万名拼命死亡了 然后呢,他也是,也是被传了,就是有这个以权谋私的这样子的事情 然后累积了大量的财产啊 然后聘,呃,控制了这个哈拉雷一带的钻石贸易 然后美国政府在200年的时候呢,一度计划把它就是列入为制裁的对象 然后联合国呢,也是有点名要调查 然后他在,呃,这个钢果的,呃,产业,然后在矿业这一方面的活动,就是要调查他了 然后进吧不为的各反对派呢,然后就有一个政治家还是有说到呢 我们赶走了一个暴军,但是还没有推翻暴政 那另外一方面呢,军方也是很高调的介入了政治里面这里 然后虽然过程呢,呃,到现在为止呢,还算是和平的啦 然后始终呢,也是为军队呢,呃,开,呃,这个干政的事情呢,开了一个先河 然后对这个进败部位的民主呢,呃,这个算是好事了 然后再加上这个,呃,这个母南加古瓦呢,目前呢,是跟军方的关系算是蛮密切的 再加上木家被不受人家欢迎 然后,呃,相信呢,这个统治期,呃,他在,他在统治的这个期间呢 人民还是可以享受有一段这个明月期了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则的新闻 我们看一下,呃,菲律宾这一方面的 然后,菲律宾这一方面呢,在,呃,这政府啊,在星期三的时候呢 已经是,呃,宣布终止和这个菲律宾共,共产党的,呃,和谈 然后,这个政府军呢,未来呢,将会加强脚的,这个清脚的力道 嗯,有关这个事情呢,马拉看南共和平事务顾问就是这个杜雷萨 他就有说,呃,配合总统都特地的命令下呢,不再和这个费工和谈了 所以呢,并且就是真实就叫做 所有这个,呃,和菲律宾,呃,菲律宾间的这个规定和会议 所以呢,主要就是因为进来呢,就是费工哦,在这个各地制造的这个事端 迫使杜雷萨呢,就是没有选择下,只能停止和他们谈啊 所以呢,在这个,因为这个,呃,费工旗下的这个游击组织就是新人民军哦 呃,近期在福吉的军政府,呃,这个政府军行动中呢 呢,他们杀害了只是一名四个有大的女营 所以呢,呃,这个杜雷萨呢,和谈的这个种子感到是非常惋惜的 因为这是,呃,推动和平的不幸发展 所以呢,和这个费工,呃,协商呢,从来没有走到那么远过的 但是他暗示啊,就是如果未来有出当,呃,适当的时机或时间的话呢 政府不排除会和这个费工重启和谈 嗯,然后关于这一方面呢,杜雷萨呢,在星期二晚间的时候 呃,出席了一场演说嘛,然后在这个演说中还是有表示的,呃,就说到 他说,呃,你跟,呃,在荷兰的那一些家伙说 我不再允许,呃,任何,就是,公共和官方的谈判了 我们就来打仗吧,这个就是他的演论 他指的就是流氓,呃,欧洲的这个叛军首领 然后美国政府也是在2002年的时候呢 将,呃,这个菲律宾,呃,这共和国,呃,这共产党和这个新人军列为,呃,恐怖组织 然后菲律宾呢,呃,这一个共,共产党的多年来呢 也是在各地都有一些小动作,小作为了 然后,呃,与这个,呃,利润政府啊 然后和谈啊,听听走走的,呃,都是没有太大的进展 然后都在地呢,和这一个,呃,非共创始人呢 是有私生情谊的 然后,呃,竞选时候呢,就是有,呃,在他这一方面也是有帮助了一点 然后上任后呢,还任命为,呃,左翼人士的这个担任阁员 然后展现了善意,呃,一些,呃,一些,呃,一些有,比较,比较友善的善意啦 不过呢,在,呃,不过这个和谈在5月进行第五轮的时候呢 再次因为这个新人民军袭击政府均匀 而后来还有这个车队呢,就喊停了 然后啊,这个菲律宾国防部呢 在这一方面呢,有一次有做出声明呢 就说到呢,政府,就是现在菲律宾政府啊 已经非常厌倦的跟,呃,这些共产党 呃,呃,然后,呃,做出这样子的和谈 呃,呃,然后,呃,他也是很反感 就是他还对人民的做出这样子的施暴的行为 然后政府军呢,将会全力的,呃,轻缴武装成员啊 然后保护这些社区不受新人民军骚扰 然后军方估,呃,估计呢 新人民军呢,大概是有三千至四千人的 分别是分布在,呃,这一些,呃,旅宋岛啊 还有一些乡村地区的 所以呢,啊,有关于这样子的事情呢 我们可能会再跟大家更进一步了 然后另一方面呢,我们再谈一下 缅甸军另一方面 就是说到罗兴亚人这一方面 然后美国国务卿提勒生 在昨天也是有说到 缅甸军对罗兴亚人的施暴 是一种种族清洗 然后缅甸政府军应该负起一些责任 在唐居就是缅甸西南部的 若开邦的罗兴亚人 因为他们都是信封伊斯兰教 同时还有种族也不同 所以不被缅甸政府承认为国民 其实在今年8月的时候 也是因为缅甸军方和罗兴亚人 有一个冲突 然后导致了10万的罗兴亚人 是逃出去这个国家的 所以同时候也有数万计的 就是数以万计的罗兴亚人 是被屠杀的 同时也许多妇女是遭到性情 为了要解决罗兴亚人的问题 迪勒森就是在约中是利用 陪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时候 在亚洲游行的机会时 也是前往到缅甸 和这个领导人 就是昂山书记去会晤的 所以迪勒森有出到 有说声明就是公开谴责 在缅甸政府军这一方面 还有这个安全部队对当地民众的虐待的行为 迫使这些牵上的这些罗兴亚人 是逃离他们的家园 至少有些是往这个孟加拉逃 有些是往这个马来西亚逃 但是若开邦北部发生的情势 其实对罗兴亚人已经造成了 这个种族清洗的事情 今天我们下个期待 就是这种状态 是最新的 是最新的 的